我們臺中市的市長 這次選出來是盧秀燕 高雄是韓國瑜 大陸能決定嗎 對不對 那像像臺南是黃偉哲 大陸能決定 不行嘛 所以基本上再去打這個比仗 沒有什麼意義 但重點在於 既然這是蔡總統的解讀 而你卻又直接把習近平 那一天的談話 下面的口白改掉了 這個圖已經很清楚了 其實我在幾天前的時候 我跟網友就講了這個事情 因為很多人傳給我看 他說你在聖喉嚨裡面講說 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 不是同一件事情 可是習近平就是這樣講的 所以他是看了這張截圖 那我馬上 本來就本來只有那個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 我馬上去找了 就是這個公視新聞的 十二點二十九分零三 找出來對比還放影片 網友才知道 所以我那個直播也很多人看 原來是這樣 我把它放更大一點 因為秀琳這個很清楚了 大家看他這邊講的就是 兩岸就是這樣 我把它放到最大你就懂了 就是所謂的口白 你看這裡很清楚有沒有 觀眾朋友 他就是基本上是當天這個新聞 在十二十二點二十九分零三秒的時候 習近平真的講到 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 家裡是 那他你把他放大看是這樣 但是改圖的人 他把這個地方 你看他在手旁邊這裡 他把他用那個薄末擋掉以後 有沒有 九二共識一國兩制 他薄末只擋到這裡 攝影師可以再放大一點 看到他只擋到這裡 連民國這兩個都沒有擋 為什麼 因為他的原始剖白 沒有那麼長 對齊一看就是他遮到這裡 他現在還少了 你要擋 你全擋 我還信你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裡其實是是模糊的 這裡是個薄末在的 但是旁邊這裡其實最後兩個字 民國的上面這裡沒有薄末